在2022年乒乓球亚洲杯南单决赛上 张本智和兵不血论以4比1轻取对手 第五局比3张本智和全面碾压 大比分11比2击溃了对手 最后一球张本智和也一改往日的咆哮 而是高举双手为自己加冕 恭喜张本智和也感谢林仲勋 而在半决赛中张本智和与庄志渊 打到了第五局的最后时刻 两人一度打到12平 张本智和艰难得分 忍不住激情呐喊 而随着最后一分收入难中 他转身激情厚仰 汪腰如宫 仰天庆祝 凭借亚洲杯的冠军500积分 张本智和的世界排名将提升到第二位 仅次于小胖房正东 今年是张本智和丰收的一年 他在短短一年中连续击败诸多中国名将 得到了各种荣誉 王楚清 房正东 林高远 一个又一个中国强敌倒在了他的脚下 他也真正成为了中国队最危险的敌人 2022年的成都四平赛 则是张本智和今年最高光的时刻 在团体赛半决赛中 张本智和先后击败王楚清和房正东 以一己之力独得两分 在和王楚清激战到最后时刻 张本智和倒地庆祝 疯狂呐喊 他站得满脸通红 然后又起身握拳 连续呐喊 但很快 王楚清准备离场 张本智和突然变脸 一脸平静地走过来和对手握手制衣 而另一场与房正东的对决 张本智和又一次遭遇强敌 激战到决胜局9比9平以后 张本智和才惊险取胜 与此前对阵王楚清一样 张本智和采用了相同的庆祝方式 在7月份的WTT布达佩斯冠军赛南端决赛中 张本智和宇宁高远激战四局 最终以4比3惊险取胜 他激动地大喊一声 然后掀起了球衣 忍不住激情咆哮 13岁拿下四清赛最年轻的南端冠军 张本智和横空出世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2018年日本公开赛南端决赛 当时年仅14岁的张本智和 以4比3险胜张继科 他直接跪倒在地 脸上浮现出了难以言表的喜悦 2019年保加利亚公开赛 张本智和击败赵紫豪 他激动地扭头就跑 与教练拥抱庆祝 一路走来 张本智和在球迷的关注下快速成长 他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队的头号强敌 无论中国球迷对他誓爱誓恨 都很难改变这个事实